台湾的北部海面一带 好 一起來關心天氣了 今天北台灣地區的觀眾朋友 一早應該都有感受到 有下起了一陣比較明顯的雨勢 不過白天陽光出來之後 雨勢慢慢的趨緩了 但是我們要提醒大家的就是 接下來在下半天天氣狀況會變得更不穩定一些 我們從地面天氣圖上面來看到 其實目前這個封面是已經來到了 台灣的北部海面一帶 再加上吹西南風的關係 今天各地的水氣都會比較多 在午後這個降雨會變得明顯一點 我們從雨區報圖上面 可以清楚的看到 包含像是在整個北部地區還有東半部地區 另外特別注意的是 在山區的部分都會有明顯的雨勢 甚至大台北地區的降雨 也不排除有可能會來到 豪雨等級要防範的是 短延時的強降雨 接下來到了晚上之後 這個雨勢會慢慢趨緩下來 不過沒有降雨的時候 各地還是比較悶著提醒大家要特別注意了 接下來帶您關心各地詳細的溫度預測 好 首先我們來看到 在金龍 台北跟新北市都會有降雨 高溫來到30度 桃園 新竹跟苗栗也要注意午後的降雨 溫度是27到31度 台中 彰化跟南投都會有降雨 尤其山區的雨勢會比較大 要特別留意 雲林 加一跟台南今天一樣也會有雨勢 高溫來到32度 高平地區今天也要防範會有冷雨發生的機會 高溫來到32度 再來看到東部地區 宜蘭 花蓮會有降雨 在台東今天是多雲 高溫來到32度 至於在外島地區 馬祖今天會有降雨 金門跟澎湖都是多雲的天氣 高溫來到30度 嗨 我是莊雨潔 想要看到更多的新聞內容嗎 趕快訂閱華視新聞的YouTube頻道 並且開啟小鈴鐺 跟著雨潔一起看新聞吧